我走的旅行路线,你也可以来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自驾 这里是矮寨大桥景区的停车场 刚刚到这个矮寨大桥景区这个停车场 从吉守市那边过来的 28公里,开车33分钟 现在到了,现在找个地方去买票 先去买票 这里就是矮寨大桥的售票中心 刚刚买了一个票,115元 刚刚买的这个115的票的话 它是包括这个矮寨大桥 还有天问台和吉斗苗寨 另外还有两个地方 一个悬崖站道,一个德汉大峡谷 峡谷的话前两天已经去过一个了 然后悬崖站道的话也走过好多了 就不去了,就走这三个地方就是 然后现在检票进去 这里是大桥路口 这边去而已 就走路过去吧 对对对 去沿路返回呗 往前一边走 插头的 往前一边走 是吗 好好 谢谢 它这种的是一个驱舰车 驱舰车的话是10块钱一个人 然后我刚刚问了一下来回三公里 反正现在还早就走进去得了 可以看一看沿路的风景 步行路口 走 刚刚从那个 检票口进来大概走了10分钟的样子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 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 前面就是它的那个车站 好快 也就走过来12-3分钟 看一下这里 这里下面就是那个 他们的苗寨 今天下雨天 雾太大了 这里还有一点点 我们到那边下去 旁边就是那个矮摘大桥 先从这边看 那个就是上来的 对面就是上来的那个 盘山路 看到没有 也是很弯曲的 好多一百 不是180度 是360度的大转弯垂直的 今天下雨啊 雾太大了 底下的话看不太清 但是隐约能看到一点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景区啊 它就是 在所在地 就是在湘西下面的矮寨镇 现在我们对面所看到的 就是雾里面的矮寨 特大悬锁桥 也就是简称矮寨大桥 07年开工 2012年3月通车的 是包茂高速 跨越德康大峡谷的一座特大型桥梁 下面就是这个 德康大峡底下 底下也有公路的 峡谷底下也有公路 但是这个高速的话 因为它 要走直线嘛 所以要用桥梁直接把它架过来 主跨1176米 桥面宽度24.5米 这个桥面啊 到底下最底部 它那个高度差达到了355米 在这个建设过程中 创造了四个世界第一 所以啊 就成就了现在的矮寨大桥景区 它也是一个景点啊 现在 待会的话 我们从那边 可以坐电梯 下到那个桥梁 下面看一下 我们现在在这里观景台上 远观一下 只可惜今天雾有点大 朦朦胧胧 这个出门旅游啊 没有办法 就是 碰到什么样的天际 就看什么样的景 这也是一种缘分 是吧 如果想要看到不同的景的话 那就得 下次在不同的时候 选择不同的天气 再来 缘分 就是这样子 可遇不可求 OK 现在的话 我们去那个桥底下 去那边桥底下 看一看 隐约可见 矮寨大桥 这就是它巨大的桥墩 只可惜 模模糊糊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哦 下来的话 就离这个桥更近一点 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上面的话 还是雾太大了 OK 现在就是正上方 桥的正上方 看一下 OK 电梯到了 我们现在出来看一下 哦 就是这里 哇哦 现在真的是来到了大桥的底下 他们一家人在回影 走吧 我们现在去桥的下面看一看 这是当年建设中的矮寨大小 还没有通车的时候 观光游览通道 OK 应该是双向的 单向游览方向 OK 现在我们上去 现在我们走在这个大桥的正下方 它有一条这种通道可以走的 就是来旅游的时候可以走 看一下外面 哇哦 现在这个大桥啊 还在不停的震动 因为有车过的时候 它就会很震动 哦 他们从那边走过来 应该是一个 像一个U型通道一样 从那到前面再转过弯 从那边走过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矮寨大桥的内部 就是在矮寨大桥的正下方 上面就是正在通车 所以这个桥面还会移动一动 它这个桥形方案呢 为刚行梁 单跨悬桥 它梁完全分离的解构设计方案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只能走到这里了 这里大概就是 就是这个桥的中间 你看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峡谷的正上方 差不多 大概就是走到一半的样子 大概40%吧 也不是一半 这个整个桥的大概30%到40%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弯过去 然后我们就拐过去 这就是桥的另一边 不过有一个好粗的梁给挡到了 看不太行 下面 全是雾对面 看不太行 走吧 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 那两个巨大的东西 就是拉住这个 这个矮寨大桥选锁的两个 像是那种 不晓得专业名称叫什么 像那个墩一样的 反正就拉住它 这个现在是桥梁的正下方 矮寨大桥 看一下 然后从这个桥梁的正下方 可以看到 这个大桥 哇塞 这个梁是特别特别的粗 看到没有 正对面 那里 就是矮寨大桥 有点雾 朦胧胧的 从刚刚从下面走上来 至此的话 我们就这个景区就全部看完了 就是矮寨大桥这一部分 现在的话去那个极斗苗寨 走吧 好 对 这么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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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把手部放在上 我可以先用到的 所以我先用到的